养老院房间里,男人突然侧身闪出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用刀捅死一人,接着掏出手枪,一个侧铺冲到屋里,砰砰就是两枪解决敌人,这时,男人发现楼道里满是敌人,只见他十分潇洒的,抛出手雷扔了过去,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,敌人被炸得连毛都没剩,男人为何要恭敬一所养老院,他身上又带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? 接下来,就让我们先把时间倒退回几个小时前,这个男人名叫保罗,经营着一家虚拟货币交易所,最近,他公司遇到了麻烦,一位投资者在林公司上市前,突然撤资,为了保证公司能顺利上市,保罗决定拿母亲的房产,进行抵押贷款,于是,保罗去养老院,找自己父亲商量一下,让他在同一书上签字,保罗一路长途跋涉,来到郊外的养老院,女管理员凯特,负责接待保罗,进到养老院里,看着周围鹤枪实弹的守卫,以及到处密 一步的监控系统,保罗感觉到不对劲,毕竟一个养老院,为何要重兵把守,值得一提的是,保罗并不知道父亲真正的身份,从小父亲就不在家,一直是母亲将其抚养长大,要不是急用钱,他也不会来找父亲,随后,保罗在凯特的带领下,见到了父亲罗伯特,保罗开门见山,说明自己来意,罗伯特连想都没想,当场拒绝,为了说通顽固不话的父亲,保罗开始介绍自己公司的前景,与此同时,一群全副武装的雇佣兵,正朝着养老院而来,带头 老人老黑表情严肃,似乎知道,接下来会是一场硬仗,众人一路摸索,成功来到养老院外围,通过无人机摸清里面情况,老黑接到的任务,是尽可能的悄无声息作战,于是,他们遮挡住监控,刚破坏围栏潜入进去,一位巡逻士兵刚好经过此地,发现一场上前查看,老黑手下见状,从背后闪出,用匕首把他干掉,谁知,养老院下一秒居然发出刺耳的警报,原来,是监控遮挡物脱落,老黑的行踪被监控室保安看到,既然被人 发现,老黑也不再隐藏,直接带队杀进去,绑架了两名老人,拿出罗伯特与儿子的合影,逼问两人他们在哪,老夫人不仅誓死不说,而且嘴里还开始口吐芬芳,老黑见状,直接掏枪解决他们,另一边,罗伯特听到警报声,意识到有情况发生,拿枪便出去查看,这一幕,把保罗看傻了眼,开始思考父亲身份,以及这个养老院到底是个什么地方,罗伯特来到外面,刚好碰见凯特与一名雇佣兵缠斗,果断出手,一枪将其击毙,接着,便让凯 凯特帮忙,把保罗送到堡垒,凯特来到屋里,面对保罗一肚子疑问,凯特没有时间解释,强行拽着他从屋里出来,前往堡垒躲避,所谓的堡垒,就是一处紧急避难所,两人在路上,遭到一名雇佣兵的偷袭,保罗被控制摁在墙上,质问他罗伯特在哪,凯特见状迅速出手,将其打晕,这时,又有一名雇佣兵出现,保罗眼急手快,拿起身旁木棍,顺势将其打倒,然后,两人一路狂奔,跑进丛林里,此时 养老院大门外,使来一辆可疑车辆,保安十分警惕地掏枪出门查看,司机一看到保安,立马往后倒车,保安看到这一幕,顿时松了一口气,可下一秒,远处传来枪声,保安当场应声倒地,周围有狙击手,而在这辆车上坐着的人,其实是老黑的老板杰克,他怕老黑搞不定,特意亲自出马,保罗与凯特在逃跑路上遭遇埋伏,保罗被电击枪击倒,多亏身旁的凯特,及时拔下带电飞镖,接着,起身便与这名雇佣兵打了 最后,凯特锁住对方脖子,手上一用力便送他领了盒饭,随后,凯特扶起保罗继续前进,没想到,在一条小河旁,遇到两名全副武装的雇佣兵,被他们挟制住,就在这时,罗伯特胆道,让雇佣兵放下武器,乖乖束手就擒,然而,雇佣兵却拿保罗作为要挟,逼罗伯特就反,正当双方僵持不下之际,养老院里的一位忠士,突然开车杀到,两枪解决雇佣兵,然后,便接上保罗跟凯特前往堡 罗伯特则折返回去,消灭养老院里的雇佣兵,好家伙,大家一定要记住中士,我怀疑他有特异功能,接下来,他能够顺移前往任何地方,中士把凯特和保罗送到堡垒,便也折返回养老院,消灭外来侵略者,保罗进到堡垒,发现这里居然是一个军事基地,女将军小美看到保罗,第一时间询问其身份,得知他是罗伯特儿子后,也就不再隐瞒,告知了保罗一切,首先罗伯特的身份,是美国退役特工,作战能力极强,罗伯特退 退役后,就被安排到这所养老院养老,在这里居住的老人,全部都是退役特工,明面上只是国家为这些老特工提供保护,避免他们遭到仇家报复,可实际上却是把他们关在这里,防止老特工泄露一些国家秘密给不法分子,而这所养老院也不像表面那样简单,这里是二战时期的一所秘密军事基地,现在负责收集各国的军事信息进行解密,听到这儿,保罗不自觉地对父亲刮目相看,此刻,养老院里枪铃弹雨,虽然老黑他们训练有序,可也架不住 养老院里的特战队员,以及宝刀未老的老特工,很快,现场的雇佣兵被消灭殆尽,最后,老黑也被队员们找到,围扩了起来,多亏杰克及时赶了,一阵霹雳啪啦的枪声过后,特战队员们遭到反杀,老黑与杰克会合后,随即开始消灭地面部队,以及寻找堡垒的入口,小美通过养老院的热成像仪,以及监控系统看到这一幕,不由地感觉到震惊,其他人则一脸的猛逼,杰克又是谁,此时,罗伯特突然从 身后出现,表示杰克是一个邪恶的军火商,来找自己要钱的,小美瞬间一愣,似乎是知道什么钱,但她跟罗伯特并没有进行解释,没错,罗伯特出现的就是如此图,把我也整得始料未及,随后,小美查看堡垒外,还有什么人员,除了中士外,只有一支五人小队藏在安全屋里,躲避狙击手,他们的情况不容乐观,小美准备呼叫支援,却发现信号已经被切断,此刻,一名雇佣兵发现堡垒入口,她坚扛RPG,打算将其轰开,关键时刻, 神出鬼没的中士出现了,一刀捅死士兵,对方手上枪口顿时上扬,导弹发射到空中,正好被杰克给看到,中士杀完这名士兵后不久,接到小美无线电,表示附近有狙击手,于是,中士开启透视外挂,找到狙击手位置,悄无声息地潜入过去,顺带着把她带走,没了狙击手,小美便吩咐其他五名队员开始行动,谁曾想,还没等他们动手,老黑就发现几人位置,杀了过来,完全是紧凭一己之力,就干掉安全屋里的舞,堡垒里, 罗伯特在保罗的逼问下,说出了杰克到这里来的目的,几年前,罗伯特奉命打进杰克集团内部,卷走了他六亿多的周转资金,从而挫败了杰克整个犯罪集团,导致他几年都没放过身来,杰克一直在寻找罗伯特,以及金钱的下落,而这笔钱去哪了呢,居然被罗伯特转移成虚拟货币,存放在保罗公司里的一个密码箱里,杰克应该是查到了这一点,趁父子俩见面的机会,特意带队前来把钱找回来,现在面临的局面,已经解 是清楚,那杰克也该带队杀进堡垒了,只见他找到入口大门,在上面安装了几枚炸弹,随即开关一摁,大门就被炸开了,然后双方展开对峙,原以为他们会爆发激烈交火,不料,小美竟突然反叛,开枪打死士兵,就这样,现场局势发生转变,罗伯特几人见此情况,只能选择乖乖束手就擒,接着三人被打晕过去,等罗伯特醒来,发现自己被绑在椅子上,小美站在他面前,原来,小美受够了这种只能待在地下的生活,他想要出去� 获得自由,却被政府以各种理由阻拦,毕竟小美知道的太多了,被逼无奈,小美才跟杰克合作,泄露了罗伯特的身份信息以及位置,事已至此,杰克胁迫罗伯特交代出,虚拟货币的交易密码,接着,便让保罗从公司把自己的钱转出来,保罗深知这6亿美元,就是他们的护身符,所以,他故意延长金钱到账的实现,并设置一定交易权限,杰克发现这一点,恨不得当场杀了保罗,保罗却不以为然,如果他死了,杰克的钱将永远拿不出来, 保罗让杰克放三人离开,只要他们安全,便会开放权限同意交易,杰克也不傻,让老黑带保罗跟凯特出去,自己则留下罗伯特作为要挟,只要保罗在15分钟内,没有信守承诺,那他的父亲就等着去见阎王,保罗觉得杰克肯定会耍诈,便不同意,但此刻,罗伯特炸了出来,逼着保罗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,看到父亲态度如此强硬,以及给他的眼神示意,保罗只能选择同意,他一来到外面,立马反抗动手,最后在凯特的出手相助之下, 两人成功把老黑制服,另一边,杰克对此还浑然不知,正在派手下人在堡垒中安装炸弹,准备把这里毁于一旦,同时,杰克还杀掉了没有价值的小美,小美这真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,眼看时间已到,杰克让手下盯着账户信息,就在这时,神出鬼没的忠视来到堡垒,跟杰克小弟发生激战,罗伯特趁机挣脱束,罗枪加入战斗,杰克见识不妙,赶紧逃出堡垒,却被罗伯特看到,紧随其后追出来,连开两枪将其 然后罗伯特变去找儿子,影片最后,杰克居然没死,穿着防弹衣的他,从地上爬了起来,导演明显这是要拍续集的节奏,整部电影下来,布鲁斯·威利斯简直就是个配角,该出现的打戏基本没有,全片就跟走个过场一样,再这么下去,就会和凯奇一样,也可以称之为烂片之王了,剧情上也是漏洞百出懒得吐槽,大家就当个爆米花电影看看行了